好棒喔 大眼睛叮的食物 不忘伸出舌头 卖萌撒娇 宠物旅馆有顾夯 抢供春节住宿商机 某小孩住饭店 照样能自得其乐 寄宿在这边 让它可以在这边 比较宽敞的空间 跟其他狗狗互动 基本上也不用担心 说它跟这边的狗狗会有打架 老板娘就是都很热情 会跟狗狗们互动 有一些玩具啦 坛子啦 让它们好像 比较像在家的感觉 好 有过年的气氛 而且为了营造过年气氛 一早起床 穿上过年新衣 到阳台散步 晒晒日光浴 还能和同伴玩游戏同乐 睡前按摩 少不了高档VIP享受 让人看了都羡慕 因为我们是英国的风格 所以就是会帮狗狗 拍一些春节的照片 让爸爸妈妈在春节期间 也可以做个留念 大概都一个多月 两个月前就开始在询问 然后很快就下定金 马上就是做预定的动作 至于过年吃什么 狗狗宠物年菜也很吸眼球 狗狗的年菜就是像有牛肉啊 鸭肉啊 或者是烫鸡胸肉啊 然后再帮它们做一些 营养上的调配 又很有过年的气氛 然后再搭配那个年菜这样子 农历春节过年 帮毛小孩找乐子 欣喜体验 噱头十足 主人们也乐得轻松 一举两得 欢迎新闻 红市城林嘉倩 台中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